外地旅客绝职,相关行业员工面临放无薪假,甚至饭碗不保危机。 按揭代理表示,银行于审批按揭贷款申请时亦转趋紧慎。 个别银行更拒绝成做保险、旅游等高风险行业员工的按揭申请,并收紧浮动收入申请者的入息计算方法,以致更难符合供款与入息比例要求。 星之谷按揭转介行政总裁张錦辉表示,疫情事约下,保险、旅游等从业员收入转趋波动,扣路有银行不完成做按揭申请及批出贷款。 另外,若按揭申请者赞取浮动收入,以往一般以6个月收入平均值计算入息水平。 现时有银行改为以一年期收入计算,银行收紧入息标准,便相增加市民申请按揭的难度。 装饰举例,以往银行普遍将的士司机的入息水平定于约2.5万元,但部分银行已将之下调至约1.5万元。 意味更难通过每月供款不多于入息五成的要求。 值得留意是,装饰指,若赞取固定收入的按揭申请人有没有新价纪录。 个别银行会将个案归类为浮动收入处理,而不能借取九成按揭。 村屋及单栋供楼的交投量普遍较疏落,市况波动时价格较易大起大跌。 装饰指,部分银行优累楼价下行风险升温,也不完成做相关物业的按揭申请。 近月银行推出按揭贷款还息不还本计划,以减轻市民的供款压力。 为装饰表示,有银行认为申请有关计划的市民或面临财务压力。 不接纳相关人士成为按揭申请的担保人。 中原按揭经纪董事总经理王美逢亦指,近月银行审批按揭的速度减慢。 透露有银行要求申请人提供存款资料。 以更准确衡量资金实力。 另外,受影响较大的行业如零售。 如果从业园赚取抵薪及销售佣金,有个别银行紧把抵薪继续入息。 however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